这两天,中国歌手王芳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剧院的废墟上高唱苏联歌曲《卡丘沙》 引发了乌克兰政府和网民的强烈反应,认为他是在为侵略者唱赞歌 也是在往乌克兰人民的伤口上撒盐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对王芳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要求中方对其进入这座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的途径和目的做出警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聊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就要先从马里乌波尔剧院的轰炸惨案开始说起 马里乌波尔是一个位于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 位于乌克兰东部,这座城市曾经是一个繁荣而美丽的地方 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里乌波尔剧院 这是一个建于1958年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场馆 能够容纳2000多人曾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演出和活动 然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受总统普京的指示入侵乌克兰 俄乌战争正式爆发 就在开战后的20天,2022年3月16日 俄罗斯战机对这座剧院发动了空袭 造成600多人死亡 其中有着大量的儿童 这是欧洲二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惨案 而王芳唱的这首红歌《卡丘莎》是一首苏联歌曲 这首歌曲在苏联和俄罗斯非常流行 被视为一种民族象征和爱国情感的体现 当然,这首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素援 击抵了苏联人民奋起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 然而,这首歌曲在乌克兰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和感受 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 这首歌是一种对于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和挑衅 是一种对于他们文化和历史根源的背叛和否定 是一种对于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屠杀的冷漠和不尽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1年12月16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是两个完全独立且互相承认领土主权的国家 但是自2014年以来,两国的关系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和侵占而恶化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任何国家在遭受武装攻击时 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自卫 直到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为止 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也违反了其他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 如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法案 布达佩斯被忘录,巴黎宪章等 而俄罗斯的侵略也违反了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法律 大量的非法杀害、拘留、酷刑、性暴力、强迫转移 都有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尤其是俄罗斯对于马里乌伯尔大剧院的轰炸 而这座城市至今被俄罗斯控制着 据当时的卫星图像显示 剧院外有着特大的儿童字样 那么当时俄罗斯没有看到吗 为什么他们还要轰炸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俄罗斯可能认为剧院是一个军事目标 被乌克兰守军用作避难所和指挥中心 第二,俄罗斯可能想要通过轰炸剧院 来展示其军事力量和威慑力 以打击乌克兰的意志和士气 这两个原因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俄罗斯也有可能故意想要制造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迫使乌克兰屈服或和谈 所以他们选择性忽视了剧院外的儿童字样 甚至也不在乎被轰炸的平民中 有多少是俄罗斯裔 把他们通通视为叛徒和卖国贼 无论如何 这都是一种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 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那么王芳作为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去那里演唱俄罗斯红歌 我们先来对王芳和他的丈夫周小平做一个了解 王芳是一名中国内地民族歌手 参加过清歌赛 上过春晚演唱过革命歌曲 他的丈夫周小平是一位中国的网络评论员 曾任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小平这个人的学历水平只有初中 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参加工作 以民族主义和亲政府言论而出名 他的文章经常发表在 环球时报 党建网 新华网等中国的主流媒体上 对知名的事件就是被别人起了一个外号 叫周黛瑜 那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 2013年周小平发表了一篇博文 大致是说 薛蛮子为了销售净水器 诋毁中国水质有毒 造成周山的带鱼养殖场滞销 无数养殖农户面临破产 然而网友发现 带鱼是一种深海鱼类 没有人工养殖的技术和条件 周小平的话显然是在胡说 后来周小平就被人戏称为周带鱼 而这个外号被广泛的传播开来 那么王峰本人和周小平 对于唱歌事件是怎么回应的呢 王峰在他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解释了他去马里乌伯尔剧院唱歌 是应邀参加了一个中俄文化交流的活动 目的是为了传播和平与友谊的信息 是为了向遇难者致敬 也是为了呼吁停止战争和暴力 并没有不尊重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的意图 王峰还向那些对他误会的网友们 表达了歉意和谅解 说他只想用音乐来传达爱与和平 王峰的丈夫周小平 星期五在微博转发了卫星通讯社 关于王峰演唱卡丘莎的视频和报道 称坚决支持夫人英勇无畏的行为 并将他的行为称作战地玫瑰 而截至目前 周小平的微博上述博文已消失不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评论说 乌克兰外交部放大此事要求中国解释 有啥可解释 这条微博也同样被删除 此前有部分中国媒体对此的报道也均已找到 那么中国官方是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的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9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了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的谴责和要求 还是老生常谈的官腔啊 什么中方一贯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望乌克兰也尊重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和合法活动 中方愿意乌方保持沟通和协调 一起妥善处理此事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说 王方是合法进入马里乌波尔的 中方希望乌方能够理解和尊重一名艺术家的表达方式 并且不要对此事进行过度解读和政治化 你听听 这两位发言人的说辞 什么叫做将还是老的辣 那么中国官方的这番回应能代表中国当局的真实立场 当然不能了 中国的外交辞令一直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一种说法是既不承认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 也不否认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 来避免与乌克兰发生正面冲突 与俄罗斯产生裂痕 另一种说法是 中国当局的回应是一种隐性支持 暗示了对于王方事件的默许和赞赏 通过这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理解和支持 传递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 还有一种可能 中国当局想要通过这种委婉的方式 来掩盖自己对王方事件失控的一种尴尬 不管是哪种可能性 都反映出了中俄乌三国之间 复杂而微妙的利益和关系 那我们说 王方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标准 一方面 马里乌伯尔剧院是被俄罗斯战机轰炸 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惨案现场 王方在此地唱歌 可能被视为对遇难者和受难者的不敬和冷漠 以及对于战争和暴力的美化和赞扬 另一方面 他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唱俄罗斯红歌 不仅反映出他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支持和理解 也是一种极具争议和挑衅的行为 历史上也有很多是给极权国家或者是独裁者唱赞歌的案例 德国钢琴家作曲家赫尔木特约瑟夫 曾在1930年代为纳粹德国创作了多首赞扬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歌曲 比如希特勒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的旗帜是红色的 而他在1945年德国战败后被美军俘虏 判处八年监禁 1951年获释后 他试图重建自己的音乐事业 但遭到了公众的谴责和厌恶 1960年到1970年代 中国歌手江白石为毛泽东创作和演唱了多首赞歌 比如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太阳 他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捕 被判处无期徒刑 1982年在狱中孤独去世 从历史来看 这些罔顾人性 尤其是为屠杀者唱赞歌的 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